叶绍阳随后想到 这两个土匪被自己放过 未必就是好事 或许结果更糟 今晚上东方画如也 那个人行煞肯定会展开行动 到时候山寨上能逃出去几个人 还真不知道 或许这两个家伙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看他们的命了 等他们走后 叶绍阳继续上山 一路走 走到了山寨附近 仍然悄悄地绕到了之前那个位置 爬上围栏朝里面看去 立刻就看到了那间大瓦房的房门打开 里面张灯结彩的 从他们的角度 正好看到一个长排的桌子 从房间最里面一直延伸出来 排列到房门附近 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些凉菜 有土匪们正在大厅里面走来走去 忙活着呢 叶绍阳等了很久很久 一直等到天完全黑透了 总算看到了有两个人从窄门方向打着火把走近 手里提着几个包袱 一个人身上挂着一长串的鞭炮 叶绍阳猜测这两个就是之前下山的那两个 采购好东西之后又回来了 这两人把鞭炮摆在了大厅门的外面地上 进屋去交代任务 然后一行人布置起来 在大厅的横边上挂上了红花 叶绍阳想到白天相同的位置还挂着白花呢 当时这道门还出过棺材 这才刚办完丧事不到几个时辰居然又办起了喜事来 这些土匪也真是够可以的 不觉得甚得慌 在靠近最里侧的一张桌子前面 像模像样地摆了一对红竹 然后那个大块头的大当家跪见仇 胸前缠绕着红花 大咧咧地坐了上去 左侧的侧面坐着那个穿紧衣戴帽子的 一照样猜测 那个就应该是二当家的铁蒜盘了 山寨的人不少 大厅里面坐不下 在外面地上也摆了几十张桌子 上百个土匪从寨子后面一排排的建筑物里走了出来 寻找着座位 看到这一幕 叶绍阳不由想起自己在大学里放学时候 所有人一起去食堂吃饭的情景 还真挺像的 而且他觉得 这些土匪之中大多数八成也是几个人住的一间房 跟大学宿舍似的 因为光是这么看上去 山寨上的建筑物根本就不够几百号人 一人一建筑 这些人入席之后 就开始上热菜 叶绍阳看着这些上菜的家伙 也都是土匪打板 估计是找了些土匪临时充当厨子货服 开席之间 大伙都站了起来 拿起面前的坛子 把桌上面的酒都倒满 然后铁蒜盘开口说话了 因为距离太远 叶绍阳完全听不清说的什么 向来 八成是充当主持之类的角色 果然 等他说完之后 众土匪们一起起哄起来 然后见到鬼剑仇对身边一个 伺候的小土匪说了什么 这小土匪离席出去 绕到后面那排建筑物前面 因为那边没灯 叶绍阳看不清楚在干什么 好像是在敲门之类的 过了一会儿 就看见几道人警 走到了大厅这边 是两个女子 手中扶着一个穿旗袍的姑娘 脑袋用红布盖盖住头 缓缓地走过来 叶绍阳隔老远 一眼就认出了他身上的煞气 人行煞 到了夜晚 他身上的煞气 果然已经出现了 不过他没有忙着去动手 叶绍阳猜测 他估计是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不想造成太大的骚动 不然逃走的人会相对的多 吸血也吸不过瘾 那两个扶着他的姑娘 叶绍阳怀疑 估计也是哪个当家的 娶来的媳妇 冲作了化妆师和伴娘 这几人走进大厅之后 那些土匪们立刻就起哄 两个姑娘扶着新娘子 坐到了鬼剑巢的边上去 然后在众多土匪的簇拥起哄之下 开始拜天地之类的 叶绍阳冷笑着看着这一幕 心想 这些土匪也真是挺会玩的 还真以为找了个貌美如画的压阵夫人 现在闹得欢腾 等到真出事了 这里现在推杯换盏的人里 不知道还能存活几个人 叶绍阳百般聊来 开始观察这些土匪 突然间发现 坐在鬼剑巢左手边的是铁蒜盘 右手边坐着那一盘 好像是穿着军装 而且最靠前的一个 似乎地位很高 鬼剑巢不时地跟他谈话 互相敬就 叶绍阳很好奇 土匪窝里怎么还有军人呢 转念一想 这年头兵荒马乱 也就可能是逃兵之类的 没地方去了 所以落草为寇 猛然间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会 真的这么巧吧 叶绍阳睁大了演讲 朝着那几个穿军装的望过去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 根本就看不清长相 看着这些人大口吃肉 大快夺一 自己只能在这趴着等着 虽然吃过饭了 叶绍阳的肚皮里 还是有点咕咕叫 好在鬼剑巢并没有待多久 跟那个女师拜天地之后 陪着兄弟们喝了一会儿酒 就急不可耐地 抱着新娘子入洞房去了 两人的洞房 就在大厅后面的那一排 房间的头一个 叶绍阳看着鬼剑 仇抱着新娘子 一晃一晃地走进了房间 就知道 这家伙凶多吉少了 不过他一点也不可怜 这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土匪头子 他现在关心的是 找个合适恰当的机会 前去除掉那个人行上 现在这个情况 自己如果跳进去捉鬼 不用说 一定会被这些土匪打成筛子的 只有等待了 又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 这些土匪大部分都喝醉了 大部分还在喝 有的已经东倒西歪地 往自己房间去了 还有一些跑到偏僻的地方 小便去了 叶绍阳感觉差不多了 于是翻过围栏 跳进了寨子里 潜伏在了靠山野这边的林子里 等了一会儿 有一个家伙哼着歌过来撒鸟 叶绍阳冲过去 就像电视里经常演的那样 照着后脖镜就是一掌 直接就干晕了 然后拨开了外衣 披在自己身上 再把这个酒鬼扔到草丛里去 自己也在里面等了许久 感觉外面没什么动静了 出去看的时候 只有少数几座人 还在吃喝划拳 其余的大部分都散去了 也有一些人 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有的 在桌子下面吐呢 叶绍阳悄无声息地 朝之前鬼剑仇抱着媳妇去的那座建筑物走过去 想着那个鬼师 也不知道会不会跟鬼剑仇啪啪啪 然后再吸血 不过 鬼剑仇必然是死定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